4月11日德云社郭麒麟连续发文 为正在上映的电影《龙马精神》 和即将播出的电视剧《平凡之路》做宣传 看到少班主郭麒麟电影影视剧宣传不断 粉丝们纷纷点赞 有网友表示郭麒麟对演戏还是认真的 母亲王会的担心则让她在这方面有所顾虑 但事实上这位新二代靠着自己的实力得到了业界的认可 成为了综艺界的宠儿 也在影视圈中奋斗近三年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对于郭麒麟的电影大家都有所了解 特别是跟成龙老师一起合作 郭麒麟教成龙老师相声 而成龙老师教郭麒麟武术 虽然郭麒麟在武术方面没有天赋 但看得出来郭麒麟在努力地学习 通过这次的合作 郭麒麟无论是对于演技方面 还是对于生活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69岁的大哥每天还是哇太棒了 今天拍的这个哇今天吃这个 今天一会咱们去哪儿哪儿 咱们一会要把这个镜头拍完 就像兴奋剂一样 大哥我一跟大哥合完之后 我觉得还有什么是值得丧的呢 我如果到他那个年纪能活成他这样 是一件非常幸福的 而在电视剧方面在剧中郭麒麟饰演一名职场男青年 向往成功却也面临着职场生存压力 这个角色使得他需要再次挑战自己 用演技深入人心表现角色 此外郭麒麟还主演了电视剧编水往事 花费了不少心血 从他说的自己拍电视剧就是为了过瘾这句话 可以看出他对演艺事业的热爱和从容心态 郭麒麟在演艺事业中奋斗近三年 已经成为了靠自己实力得到业界认可的明星 他的表现不仅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也让业内人士看到他的潜力并有更多的邀约 有些艺人为了追求发展和认可而参与电影电视剧拍摄 但郭麒麟可谓是不为名利 只是因为他喜欢演戏 当然郭麒麟的家庭背景是他得以腾飞的重要保障 但他的付出和态度也需要值得尊敬和赞 孩子永远是父母的骄傲 看到孩子的表现得到大家的认可和赞扬 任何父母都会倍感满足和欣慰 就像郭德纲在很多场合说 郭麒麟是他最得意的作品 儿子给自己带来了荣耀 而对于郭麒麟来说 他虽在德云社拥有很好的条件 但在演艺事业中却需要更努力 去获得更多工作的机会 并用自己的才华展现出不同的风格和魅力